判斷性别 那第二个特别注意 关键在这里 就是说同学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如果说它里面有英文 跟这个数字夹杂的话 它会把它当什么看单 当文字看单 它不会把它当数字看单 那文字跟数字的差别在哪里呢 对那双引号 双引号如果 像大家同学 希望判断出来都没问题 可是为什么 这是错误 就是跟双引号有没有加 很有关系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错误 错的几率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所以我看大部分同学 都是这里做错 那我把这个公式 直接来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最近使用过 if 那判断式的话 直接在这个里面 我们要加mid 当然你可以直接在里面点一下 然后在这个地方 再加mid 或者直接打好了 我习惯直接打上去 mid对不对 刮符 然后呢 我要mid 哪一个呢 这个 对不对 所以b12 再逗点一下 第几个字 第二个字 逗点 几个字 一个字 后刮符 如果等于什么呢 有同学打这样子 对 这样子的话 就会 他把它当数字看待 数字看待的话 永远都比不正确 所以记得前后要加双引号 如果呢 是1的话 那就是男 所以这里的话呢 请你打上男 反之的话呢 就是女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这一题 我想 关键点应该是在 刚刚的 数字跟文字的 差异点的地方 所以关键在这里 这个地方 特别特别注意 因为刚刚好像有 太多同学都问一样的问题 OK 好 直接把它往下填满 答案就出来了 不会有错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再来twin twin我想这地方 这个比较特殊一点 这个twin的 这个函数 它主要是用在 那个英文的底下 所以英文的环境 它每一个字跟字中间 一定会有 一个空白 可是中文字 不需要空白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要删除对于空白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twin 直接这个地方 找到那个全部里面 会有一个叫t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打个tr trim 这个 然后它会跟你讲 删除文字多余的空格 按确定 但是它会保留什么 保留原来的空格 确定一下 中华民国往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英文的部分 没有问题 中文的部分呢 就有问题 所以如果说中文的部分 你还该怎么解决呢 其实你们可以找一下 这个函数里面很多 那你其实有的时候 你可以搜寻 如果说你实在是不知道 哪一个函数的话 你可以用搜寻的